说完这个我们看一下 因为课文当中出现了很多月份 我们来整个看一下葡萄牙语的月份 是如何进行表达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上面这个表 这个表格当中啊 都没有进行大写啊 这是新拼写之后的 我们先来读一下 一月叫做 Janeiro 二月Feverero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六月 七月 六月 八月 二月 九月 十月 五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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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十一月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从头再读一遍 Nacional 国家的节制啊 节制就是放假的时间啊 国家 国家的法定节价制 我们表示 法定节价制 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看一下啊 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 前面这个可以直接读 它的那个基础词啊 比如说 Janeiro 就1月1号 叫做新年啊 Anno Novo 叫新年 然后下面 4月25号 Vintzingo de abril Vintzingo de abril Dia da Libertad 嗯 这个叫 Libertad 叫解放自由的意思啊 这个 四二五革命啊 四二五革命是 七几年的时候 他们推翻了 这个国内的独裁统治 然后走上民主的 这个日子 这个4月25号 在葡萄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 因为看到大家 走上这个街头 去拿这个 红色的康乃新 所以这个 因为这天 也叫做 康乃新革命 是葡萄牙的一个 政权和平演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 就是 避免了这个 进行战争 进行了这个政权的交替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叫 Permelo de Mayo 这叫 Dia do Trabalhador 叫做 劳动节啊 就国际劳动节嘛 跟我们一样 Dia de Portugal I das Comunidades 这叫 葡萄牙日和 其实这是 葡萄牙国家共同体啊 就是所有的 讲葡萄牙的国家 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这个纪念日啊 这个叫6月10号 当然了 你如果人在葡萄牙 或者说你去 经常去看葡萄牙的 这个新闻 或者报纸的话 能够看见啊 因为我们在网上 还是能够看到 他们当地的一些 主流的这个报纸 比如说像 Saba 这种 或者葡萄牙当地的 我们手机上 可以看到啊 FDB 就是他们的这个 葡萄牙电视台 也是可以看到的 是他们官方的 面向全世界的 一个电台 我们往下来看 Singudo Dubro 叫 Implendación de la República 叫建国日啊 就是我们的国庆 其实 老外对这个 根本就 不是特别那什么 有很多葡萄牙人 对这个一点 也 根本无所谓 你问他 国庆是哪天 就比如说老外到我们这儿来 然后我们说 国庆是十一 然后有的时候 老外很知情说 你们怎么对你们的国庆 记得这么清楚 其实也不是我们记得清楚 是因为要放假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 下一个 Restauración de Independencia 叫做 恢复独立的日子 恢复独立的日子 Dezembro 1 12月1号 还有一些啊 叫 Friados Collegios 是叫做宗教节日啊 这个宗教节日啊 因为我们 普遍来讲 都不是这个宗教传统的 所以 有的时候 不是特别理解 他们这个渊源 你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啊 当然这个比较重要 Nadao是圣诞节啊 12月25号 我们来看一下 下边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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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学生假期 我们看一下 Fri 就叫圣诞节假期 一般来说 12月 会放一个大致 长两周左右的一个假期啊 这是圣诞节假期 然后 Fri 一般是 二月份或者三月份的时候 会有这个狂欢节啊 就是特别著名的 Karnavao 当然你知道巴西的狂欢节 对吧 大部分的人都听说过巴西的狂欢节 当然在葡萄牙这个狂欢节 也是非常热闹的 我们往下来看 叫Fri 其实这也是一个摘月的旗帜 这是一个摘月的旗帜 从Karnavao开始 然后要进入摘月 摘月之后 Basco叫做复活 对吧 就开始可以 打破以前的那个禁忌 当然这个 这种 这种习俗都很古老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去做这个了 但是庆祝还是继续庆祝啊 比如说这个经营摘戒啊 这种几乎已经没有人做 Fri 就是三月份或者四月份的一周啊 就是之前我说了要狂欢节什么时候开始 狂欢节是那个摘月之前 要先进行狂欢释放 对吧 然后这个Basco啊呢 是这个摘月结束了 那么会恢复到常态的这样一个精神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叫Fair as do it on 啊就是暑假啊 一般来说两个月 其实不止两个月啊 为什么啊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他们都是在五月底啊 五月底 考试结束 然后像里斯本大学啊 像心理大啊 开学比较早的也是在9月23啊 26点 再晚一点 十月份 你想想 这假期其实是根本就不止两个月的 因为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暑期课 暑期课叫Curso Curso de Bras 那你像里斯本大学的暑期课 它是设在七八 七八九月啊 这应该是每个月都有一期暑期课 当然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比如说 你想感受一下葡萄牙的这个风情啊 你也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暑期课 一个月的时间 那一个月的时间啊 他学不了这个欧标的一个整期啊 学不了一整期 比如说你想去参加这个A2的课 那他就一个月时间 他就把A2的框架给过一下 这个去之前还是需要有一些基础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当中涉及到的这个四季啊 一年四季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一年四季 A2的框架这个词很重要啊 叫A2的框架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做季节 比如说A2的框架叫做一年四季 就是一年当中的季节 这A2的框架本来还是车站的意思 比如说A2的框架 叫火车站 注意一下啊 这种车站 它跟那个公交车站不一样 这车站是那种枢纽式的车站啊 就是里边有很多车在那停着 然后相当于它是一个 一个火车的家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整个这个车发完了 它回来会到一个地方进行集散 是这样的一个车站 我们说那个公交车站 它叫Abarajin Abarajin 为什么它叫Abarajin呢 其实是从Barrajin上来的 Barrajin叫停止 这个Barrajin是它的名词啊 就是我们这个公交车站什么概念啊 我那不会有很多车站停着 对吧 我这个车站在那停靠一下就会走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Abarajin 就是停一下就走 好 我们回到这个 Extasanche啊 春天叫做Primavera Brown 夏天 Odonu 秋天 Invernu 叫做冬天 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还是新的正字法之后 这个手字母都不要进行大写了 然后要注意它们各自都有 都有它的营养性 要加上贯词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图片的 Primavera 我们来看一下 Na Primavera A Muytas Flores 春季白花 绽放 A Muytas Flores 这个叫A 叫无人生动词啊 就是有很多的花 就是白花绽放 下来 Nu Verão Nu Verão A Muytú Calor 夏季非常的炎热 Odonu Nu Donu Aš Flores Sama Marelas 秋天的时候 夜子变成了黄色 Invernu Nu Invernu A Muytú Flores A冬天非常的寒冷 我们去问一下啊 如何问 现在是哪个季节 叫 Inque Starsan Stamos Inque Starsan Stamos 就是我们现在在 哪个季节 然后回答的时候 Stamos In 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比如说现在是夏天 要注意他这个贯词要缩合啊 Stamos Nu Val 当然了 你看你要问 是不是现在 我们是夏天的 南半球的小伙伴们 他们就是 另外一个季节 对吧 那你看我要问他们的时候 你叫问 Inque Starsan Stam 对吧 因为问Você 什么 然后他们要回答 Stamos 是 Nu 什么什么 比如说 Stamos Nu Inverno 那我们 在冬天啊 我们在冬天 其实在非洲 它也不分这个四季 没有那么分明啊 它就 汉季 语季 Esta 什么意思啊 就是汉季 语季 就是 语季的时候就是 会下很多很多的雨 然后汉季的时候 几乎是不下雨的 你像那个 在非洲的话 它的那个气温 大家觉得 非洲很热 是不是 非洲其实 并不热 它只是 因为它所处的 纬度上 而言啊 它的那个紫外线 照射很强 但是它并不热 它有点像 那个中国的三亚的 那种感觉 就是你走在 这个树下面的时候 它不是那么太热的 但是你要是 出去晒的话 真的实在是受不了 嗯 有的 有的非洲的小伙 小伙伴们 来到中国之后 跟我说 你们中国好热呀 夏天的时候 中国好热呀